国家是什么?我们为什么要国庆?很多人并不明白,其实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。 1900年,八国联军侵华,所到之处,杀人放火,奸淫抢掠,最终签订了丧权儒国的薪酬条约,十一两白银赔款,把我们赔得一干二净,那个时候,我们没有国家。 1903年,中国驻美外交官谭锦庸在旧金山遭毒打,美国人扬言,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,他因不堪忍受美国警察的殴辱,自杀身亡,那个时候,我们没有国家。 1931年,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,掀开了大自清华的序幕,疯狂杀害中国人民,大自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。 严重侵犯,破坏中国的主权,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。 那个时候,我们没有国家。 1949年10月1日,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,中国人民站起来了,至此,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国家。 可是,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? 这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,所有的火柴叫洋火, 因为我们造不出火柴,所有的铁钉叫洋钉,因为我们造不出铁钉。 我们穷得无个人穿一条裤子,穷得城乡到处都是断壁残垣。 我们没有武器,没有汽车,没有石油和化肥,所有的工业核心技术被人卡着脖子。 但是,为了中国的崛起,无数的有时之事,从海外回到国内,其中有一个人,为了两弹一行梦想。 阴兴埋名二十八年,他放弃发表任何一篇学术论文的权利,演算纸在屋中堆了几十个麻袋。 1964年,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,他就是邓家先。 但是,因受核辐射,邓家先患了癌症。 临终前,他最大心愿是国庆节去天门看看。 他告诫后人,千万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。 有国,才有家,有家,才有爱。 共和国的大厦,就是成千上万的邓家先们,用血汗和生命建设起来的。 我们应该时刻铭记,今天,我们拥有的和平,尊严与平等,都是先辈们用生命,磨难和牺牲换来的。 我们的子孙后代,都不要忘记,为了这一天,我们中国人抗争了一百多年。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,曾经受人歧视的我们,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驰骋在世界各地。 曾经,我们的飞行员羡慕美国F22在天空腾飞。 如今,我们的歼20让西方人厌见不已。 曾经,我们的渔民在钓鱼岛被驱赶抓捕。 如今,我们的渔政船巡航钓鱼岛已成常态。 曾经,面对他国侵占南海岛礁,我们只能抗议。 如今,我们人工填造的美济岛、朱壁岛、永熟岛已成南海不沉的航母。 还有,我国自行研制的天空二号,已经飞向蓝天。 第一艘航空母舰,辽宁舰,已经遨游大海。 世界最大的射点望远镜,中国天眼,已经落地贵州。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建设,已经全面启动。 还有我们的火星探测器,即将飞向太空。 你可能会问,国家投入巨资研制的这些盛大工程,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有什么意义? 答案就是,保护你。 这些看似与你无关的国之重计,其实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你,给你生命的安全和尊严。 让你可以昂首挺胸,放心生活。 无论何时,无论何地,只有强大的祖国,才是你坚强的后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